今天我们的明镜新闻现场为大家带来的是 中国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 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 在上海社区医院紧急动员的讲话 目前他提到三点 第一个是目前医院的治疗重症方案 大部分只会增加死亡率 退烧药、抗生素、咳嗽、糖浆加中药 血氧低于93的必须用抗病毒药 无论是国产还是进口药加激素 第二是谈到降低死亡率靠社区医院 治疗方案正确就可以避免大量死亡 社区医院的江湖地位就看这两个星期控制死亡率的能力 第三必须给社区医院的医护人员发奖金 他反复强调必须遏制老年人同时死亡的势头 有抗病毒药就能避免大量同时死亡的现状 接下来我们请听他的录音 我的意思估计这两天日子很难过 原因是什么 因为病人会涌向三级二级医院 现在二级医院的我们的闯会数到今天下午为止 它有可能会开始到了头颈这个位置 头颈这个位置也就是说病人如果再增加 他就会到鼻子这个位置 鼻子这个位置大家知道这个头颈就很困难 我们医院透气很困难最终就是病人透气很困难 为什么透气会很困难 是因为我们前面的治疗的一个方案 如果不是最优化的治疗方案 所有的病人助养缓解的概率很低 它助养的期间也是不断加重的过程 为什么我认为你的床位的周转一定是慢的 而且你们社区的病人 它在治疗过程当中 大概率对于这些病人肺炎出现以后 大概率是加重的就是你们八十多岁的 病人呼吸出现困难的这些人 他的在你的手里治疗大多数他的肺炎是加重的 最终是要到急诊间掉水的 要排了五六个小时到最后掉了水以后 回去以后继续加重的 最终叫拖人住院搞一个床位的 找一个床位到最终也不一定就得火了 基本上是这样一个流程 原因是什么 因为我就问大家治疗的方案是什么 所以现在大多数的治疗方案 无论是区域中心医院还是我们的社区医院 大家最喜欢给病重的病人就掉水 给病的重的病人掉水 我马上就问你水里放些什么东西呢 放什么呢 很多人会告诉我 放的是看生素 是吧 大家在这里看看 我问问你 你手里放的不是看素质的 没有的 大多数人放的是看生素 好 我今天就问大家了 我问大家一个非常扎心的问题 一个病毒性疾病 在治疗的初期 也没有合併细菌感染 我们采用的是 以抗菌治疗为主的方案 你想干什么 你想希望它的疾病区的神奇般的 改善 那就这个病毒就变成细菌脉 是不是 那么我们的名字得改掉 叫做新冠病毒引起的细菌感染 是不是这样 你认为这样的治疗会奏效吗 但是为什么会启用这样的治疗 是因为大家手里其实并没有有效的药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给大家讲了 是什么意思呢 在未来的两周 如果我们今天社区这边 大家手里的病 在你的手里 一开始是亲的到你手里治疗 你给他开了什么药的社区 社区因为没有这么多补业 我很清楚大家没这么多补业 你们会给他开什么呢 你们会给他退烧药 是不是 然后呢 会给他开一些 你手里 所以你们社区服务中心药盘里面有的抗菌药物 这个你们也会给的 所以一个是退烧药 一个是抗菌药物 如果不出意外 你们会再给他加一点咳嗽糖浆 如果再不出意外 你会给他加一个 你手里有的各种各样的中药 是吧 所以你们也是试补法 治疗试补法 第一 退烧药 第二 抗菌素 第三 咳嗽药水 第四 中药 所以你们自己觉得啊 我的UBCD 事不乏就变成做了 但是我告急 大概率 你再消耗掉病人 最最最最最宝贵的环境 七十二小时 所以我今天给大家讲呢 在最近的一段新冠期间 找我的人很多 两拨人 一拨人是因为年纪很大 他们正好认识我 他们的父母八九十岁 新冠治疗 他们都找到我 还有一部分 他已经是要时要火了 到医院里找不到床位 那么 我最近 我就把我解决问题的方案 给大家讲一讲 两拨人 第一拨人 要时要火了 昨天晚上打我电话 说 能不能帮我解决一站床位 我说咋回事啊 他说 他爹 养饱和度在家里测出来 九十都不到 到了某一个三甲医院的急诊间 到了三甲医院急诊间 三甲医院的急诊间 会怎么给他 大家 我说他跟你怎么讲呢 他说他就告诉我 他说 这个养饱和度 九十都不到很危险 如果再不进行有效的治疗 变成不死掉了 大家觉得对吧 九十都不到了养饱和度 你如果让他回家 肯定是严重的缺氧嘛 这句话很真确 他说那应该怎么办 应该住院 好那我就住院啊 他说但是我没有床位 你听到吗 这个是不是同志们 是你们经常碰到的 医生的经典的回答 所以我们的伟大的孙祖人在这里 我们的米安 区中心医院的区中心医院在这里 他经常告诉病人的就是这样 你需要住院 但是我没有床位 那病人说那我该怎么办 他说给你两种选择 第一种选择 你找有床位的医院 他说哪里有床位啊 他说这个我不知道的 你自己去找 是吧 大家也 他说那我如果找不到人 我住不进去找吧 他说那你就在我急诊间掉水 因为我们都 医生都非常伟大 他们就遵守一个原则 不能推卸病人 对吧 所以我们伟大的医生 又开始第二招 就是绝不推卸病人 那什么意思呢 那你就在我这里 非常杂乱 而且人已经很拥挤的急诊间 我怎么样找一个地方 来去掉水 病人一听 这个靠谱 这个意思很好 因为为什么没有床位 生活住院就掉水啊 那我说 他现在给你掉啥水啊 我说你发给我看看 发过来一看 一瓶盐水里面 加抗菌药物 再加退伤剂 退伤剂就是 对性胺脂肪 然后再一瓶盐水里面 加了抗生素 大家那我马上就把这个处理的原则 夸 轮到他们医院的感染科组上 我说 你能不能帮我一起看一看 这个处理有什么问题吗 哎呦 他说对于腹息缩解 这个处理有问题啊 一个新冠病毒 引起了病毒性肺炎 你现在给他掉抗菌树 把这么多水掉到肺里去 你想干什么呢 除非这里面 带的药物是有效的 你带的既不是抗菌药物 带的又不是抑制炎症的 弹皮质激素 对于这样一个严重性的 呼吸缩解的病人 你跟他用这样的水 我们可以预见到 这个病人在这里会吸氧 吸氧一会越未改善 掉了水 晚上也不能住院了 他就选择两种方法 一个他今天晚上 我就赖在这里吸氧了 吸氧可以吸到明天 估计不会马上挂掉的 但是他如果今天晚上 马上就回去 那问题就来了 因为他的第二学生 可能是纠正不掉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治疗的方案 不是针对新冠病毒本身 既不是针对炎症 也不是针对病毒本身 这样的治疗是无效的 所以我们在医院里会 一次又一次的延续着 这样的无效的治疗 无效的治疗 病人会有轻并重 有轻度的呼吸衰竭 到重度的呼吸衰竭 然后一直到受到病房理 受到病例房理 如果再继续 不能给予有效的治疗 就插管 插管的时候到最后就问你 要插管了 你插不插 很多病人就会有余了 90岁了 插不插呢 那我就不插了 所以大家想象 这个就是我们 如果不给予 有效的治疗方案 它就是这个结局 这是一个 第二个 第二种情况是怎么 他们找我的时候 我一看 治疗在72小时以内 你理解我意思 在医生 这种跟我关系 不叫好 但每天 我这两天每天发微信 我告诉你 就是一个的是领导要看治标 还有一个就是我的朋友 说爹感染了 怎么治疗 我这爹感染治疗 我一看72小时内 在座的各位 明白了 这些病人的 我碰到的这些 别人的爹 就是你看到的病人 你的手里的 都其实72小时的 因为你是第一线 我看到第一线的 这些都是跟我关系 特别好的 那些昨天 同时有三个校长 发我微信 两个校长 是一开始就发我的 还有一个校长 他要插广来发我了 插广来发我了 我说 我实在帮不上 你什么忙 你都要插广了 你我也什么办法了 但是前面两个72小时的 我基本上的治疗 都是采取 我给大家培训讲的 第一 堪病毒药物 他们都想翻设法 来种到了堪病毒药物 但中一个 蛮厉害的 他是领导问我 张老师 你搞得到堪病毒药物吧 我说你别找我 我搞不到堪病毒药物 我真搞不到堪病毒药物 我说我自己 的 家里的生病 我当时搞不到 我都是用的是 国产的药物 你不要问我药 他说那有没有办法 我说有办法 他说找谁啊 我说你找社区医生 他说社区医生有 你没有啊 我说对的 我说你先试一试 社区医生如果没有 你再来找我 我给你想办法 我去找社区医生 因为我认为 敏安区社区如果配不到 我就找马祖的 马祖的这边只要给我的 为什么要给我 市里已经把药 放到他手里了 我的病毒药物 为什么会拿不到呢 我找卫健委主人 我说已经没拿到 他说卫 我退到了 同志们搞清楚没有 我们自己社区的高危人群 80岁以上的这些人群 他出现了症状 第72小时内 他这个病人 他是拿到抗病毒药物的 拿到抗病毒药物 我接着判断 我说你养保的都好不好 走路闯不闯 他说不闯 有没有发烧 有发烧 那就行 没问题 我就给他用了一点 退烧药 我说抗病毒药 同时吃第二天再看个 好不好 第二天 如果他有点加重 有一点点气床 饱和度有一点下降 他开始肺瘍出现问题了 你要知道 饱和度出现下降 原来是96 95的 现在变成93 94的 就是肺瘍一定有病灶 CD都不用拍了 这种病人出现疾病进展 我们介绍治疗 就很重要了 除了看病毒药物之外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药物 是什么 基础 很多同事就会出现疑问了 张老师 这个病毒感染 新菌感染 怎么可以用基础呢 基础一用免疫力低下来 那这个系统病毒怎么控制得住呢 我今天告诉大家 绝大多数病毒性感染 绝大多数系统性感染 都是不能用基础的 你们讲的非常对 因为所有的教科书都是告诉你 是不能用基础的 但是今天我告诉你 新冠病毒在你们学的教科书里面的时候 它也没有出来 那时候的教科书里面没有新冠病毒 就是你毕业的时候 是没有新冠病毒的 现在有新冠病毒了 新冠病毒是现在为止 唯一我们在轻症 享受制度转化的过程当中的高危人群 用基础明确奏效 在全世界完成了大的批量的临床研究 认为是肯定有效的最有效的药物 所以当我每次看到社区的到他们中心医院 到三级医院 掉到水里面 掉到看生素 这个就是一个无效治疗 那么说有些病人我也治好的 我告诉你 这些病人被你治好的都是他自己命大 不是你治好的 你不要以为这个病人是你治好的 都是全是他自己命大 不是你 因为你给他的药物是无效的 你知道吗 但是对于这一个疾病 他如果病人的免疫功能够好 他撑过前面的几天 他就活过来了 所以我给你的72小时什么意思 你如果今天给他看病毒药物 同时给予他激素 在重症的72小时内 他就活过来了 他三到五天内的缺氧被你纠正了 接下去 这个病人就开始进入恢复了 为什么可以进入恢复 因为我们今天非常的运气 今天这个新冠病毒 它的努力是减弱的 你们别告诉我 现在新冠病毒 现在努力很强 那你说我喉咙痛得像刀割一样的 我全一辈子生病都没有这么痛过 头痛欲练 然后全身肌肉也痛 我告诉你 你只要是呼吸没问题 你的养宝坏都是正常的 你这个就是轻症 就把你的喉咙割掉 你都是轻症 你熬两三天喉咙就好了呀 所以我再次问大家 今天在这里 我们在这里 真正的家里的父母 出现重症呼吸衰竭的比例是非常低的 大多数是非常低的 我现在不否认网络上经常会爆出来 谁谁死掉了 谁谁死掉了 而且这段时间死的人数比平时多 但是总体上来讲 重症率跟以前的Delta 跟以前的病毒是不好比的 所以这种情况是什么呢 我们办病人就是前面三五天 你帮我熬过去 熬过去大多数人全部熬过去了 以前我们 我不想过来给你们培训 所以很多 很多人说张老师 你是不是找那个人要培训呢 我说很难培训 当我手里没有看病毒药物的时候 我让老年人启动一个激素治疗 我就启动了双刃剑 我告诉你 激素永远是双刃剑 在座的各位 你们选择的治疗是对的 我们对于激素使用非常谨慎 我都同意 但是今天我手里有看病毒药物的时候 这个双刃剑就变成单刃剑了 只长病毒 不长自己 单刃剑 所以我现在给你的 就是前面的看病毒治疗 再加激素的治疗 七十二小时内 大多数病人都是缓解 缓解的结果是什么呢 我的病人就不会再去 孙主任这里 就不会去盘主任这里 你不愿 现在Plex-Lobby的这个药都没有 你在急诊间治疗 你就非常简单 我就跟你讲 你现在给病人的治疗的一些方案 你掉掉水 技术又不敢用 用了又盘病毒扩张 所以病人给他用的药 就是一个掉水 加一个抗菌药物 那到最后病人就加重了 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讲是什么呢 我们问机委 要极大的拓长 就是最后 我们现在基本上病人急剧增多 那是最近两个星期 两个星期的急剧的增多 我今天与非洲 他的病人已经到头颈了 今天谈出来 我认识你好 不认识你好 我到你这里病人 反正是不进去了 而且我只要两天 你这里就把这一百 那你病房周转 现在周转的唯一的一个可能性 就是病人死掉 因为前面你不能给予病人 有效的治疗方案 病人到最终的结果 死掉才腾出床位 腾出床位 重的病人进去 继续死掉 所以我现在的要求就是 在这一刻后面的两个星期里面 他们已随着也到警线了 我们要迅速的采取 断烂绝览的机会 发起一场 有社区医生为主导的 重要的战役 在这一战役里面 在上级医院的床位 现在已经处于警线 像我们华山 在这边 跟一名而有关系的医院 华山是华山西院 华山院全部是我的 华山西院的病人 他的几个病房 他们六楼 6A 6B 6C 100张床位 全部是我们科里 分三组 我的组织医生 过去三组领导 下面全是神经外科医生 这批平时牛鼻呼呼的 神经外科医生 神经内科医生 在下面全部当中央医生 我们科的组织医生 现在是神经的不得了 原来这些神经外科医生 神经内科医生 觉得天下脑子第一 我水平最高 现在不行 我们感染科的组织医生 在那里全部带头 他们跟着三个病房 100张床位 但是我告诉你 基本上也差不多了 开一个病房 买一个病房 那也就是 当你生不进去的时候 大家就等死 所以现在就是 我们这一场战争 发起将是有这边 美安区的 这边的新庄 卫生中心 还有各个地方 所在的卫生中心 以及养老院护理院 养老院护理院 是跟大家对接的 我现在今天 跟大家在这里 跟大家交流 讨论 其实你们的资料方案 不单单要承接 卫生中心的 而且我们还要 覆盖了养老院 今天跟我马主任讲 我说你这养老院 能不能告诉我 全是这两点 在你们米兰区排名 养老院死亡率 最高的这几个养老院 他们告诉我 这个地方 我有些养老院很高级 但是我说很高级 为什么死亡率高呢 他说他们年龄太大 我说年龄太大 他说年龄太大 的话死亡率就高 我都同意的 我说谁都要死的 我说我也要死的 但是能不能 我们不要 大家集中来一起死 我们又从来 没有过三门海事 我们又没有说 一定要不求同事撑 一定要同事死了 我们说过吗 我们没有说过 你们凭什么理由 让他们同事死呢 我的意思说 我们这些做法 你能不能给我给排名 这段时间还没比较前面的养老院 我能不能有邀请 我们的社区北边的南边的 我们派人 比如谭主任 你来 因为我把下面的养老院 这边的工作做好了 他就会到你的第五人医院 我就不会到你女儿区中心医院 我们要稳在当地 七十二小时 当地治疗 不要变重 然后把社区不服中心的 我们今天来登场社区中心的骨干 你们来跟专家 那你对接了 为什么这十个人 这个十个养老院 他的死亡排名在前面 我们选一个死亡排名 最高的养老院 我们过去先去 看一看 看看他的治疗 查房 然后我们开个现场会 现在为什么意思呢 把好的治疗方案 通过你们的手 落实下去 落实下去 把所有人变成 在七十二小时内滚重 就像我前面给你讲的 七十二小时 你找我的这些人 到目前为止 没有一个人住院 我就跟你讲 没有一个人住院的 治疗方案就非常简单 就是一个 看病毒药物 在根据他的疾病的时期 他如果发散很高的 人有点灰了 你知道老年人 灰它了是很重要的 老年人跟羞毛都是一样 你农加事过程 一样会做猫了 谁是把雷子 他如果像会造猫一样的 东西又不吃了 像会做猫一样的 那像这样的老年人 我们基础早点上 如果情况比较好的 保护都比较好的 你上两遍 保护都差了三四年 如果保护都再不好 我们可以上六遍 两遍到四遍 两遍有什么不良反应 他说张老师 两遍的强体中 有什么不良反应 你们都是知道的 那些风湿性的疾病 什么两遍 他们都是二十遍 才吃的每遍 二十遍 一次就是半年 你也没有看他人家 要是要活的 现在就两遍 吃三天 有什么副作用 那时候血糖会高的 我两天 血糖升高了 又怎么样的 我升高三天 血糖怎么样 他如果糖尿病的 该用胰岛酥 你接测一下血糖 胰岛酥再把它控制一下 是不是 老师们的时候 如果原来吃口服药的 拜糖瓶 再放后再加一顿了 这个事情很容易 就解决的问题 你这样 如果七十小时内的 糖尿病毒药物 再加两遍到三遍的技术 这边的 我告诉你 这边找我的所有的跌量 我在这里是很多 都是很厉害的教授专家 院士 没有一个住院的 我就明确告诉你 一个都没有 找我的住院的 全是错过了 七十二小时环境时间 所以拜托大家 我们私里 我们他们社区 我们七十二小时 环境时间弄到 你们把抗病毒药物 给弄起来 然后再加技术 然后呢 如果到区中心医院 去调症的 第一件事情 我们就要看 你的养保安度怎么样 养保安度一看 养保安度是好的 其实九十三以上的 九十三以上的 原则的这些病 你到区中心医院 调症是蛮好调 所以如果那个地方 给他不赌 全世界最赌的地方 就是他那那里 人山人海 集在一起 整个敏韩区 病毒载量最高的 就是敏韩区 区中心医院的 急准间 你现在把一个病人 和家属 扔到这样一个 急准间里面 把他们去吊水 你觉得有意思吗 毫无意义 你应该是把 养保安度 在九十三以上的病人 你给他吊水开好 里面应该是 怎么开医术啊 里面应该是 第一告诉他 现在全世界最好的 小疯子药物 我不管你国产进口的 我也算进口的 我们可以进口打招 我自不管 只要能救中国人民的 使得老人不要死的 我管你进口国产的 只要救着火的 我都要 看病毒药 现在只有社区 所以要社区 看这个药 他们有 我们这里现在全面有 第二 一吊水 我来你带过去 全上海 条件最好的 就是新庄社区服务中心 这里的吊水的 这个书液的地方 你赶快过去 书液什么也 我上面给他写好 第一如果没有细菌感染的 补液里面加五毫克地米 然后再加一个 Pax Lobby 让他们自己到这里来拿 那么这样一来 到锅里吊水 在新庄这里 吊水掉了多少 补液不要开太多 这些人 症症的病人 你看这么多补液干什么 补液多 全部到飞里去了 补液开得少 开到一百毫升 五毫克地米 掉好了吸吸氧 然后再做一个小时 他会感觉到开始 开始就开始甩起来了 你知道吗 你的地米我好渴 你知道的 掉下来五五 一个小时以后 他就开始 体温开始退了 然后呢 养和开始改善了 哎 晚上回去开始 又胃口了 然后你接着开去开 你今天晚上回去 胃口不太好 要吃粥 你说张医生不是说不吃粥吗 怎么又吃粥了 吃菜粥 菜里 菜里维生素 你知道 要放点盐 要补充盐分 然后呢 再给他说一张 炖蛋 要炖脸嘛 就是炖脸 把它弄了 就容易消化 蛋白质也有了 再放点酱油 补充一些丁减质 对吧 然后你看 又是吃点菜粥 如果香花还好 再放点肉米 对吧 那就更多了 更加多了 对吧 肉米 菜粥 对吧 平彩粥也是可以的 再加一个炖蛋 哎呦 这一顿晚上吃了 哎呦 你爸爸饭了 博物顿的 90% 90%一两了 你说还要来吧 还要吊水 不要吊水了 第二天 再去中心医院 在我们这个 这个新庄的社区医院 每天你就吃药 一个 我们今天 小分子药物 吃继续吃 第二个 你把静脉的地米 我们直接改成 口服的地米 用多少 你必须它的情况 情况很好的 保安度很好的 不要吃这么多地米 两到三片就可以了 0.75毫克 两到三片 是吧 如果重一点的四片 三天 三天就改善了 改善两片 两片再过两三天 再很好 改善一片 两三天 就接受 比您 我就好了 你在那个 在他那个 新庄的中心医院 挤在那个急诊间 调看军数 这个不是越调越重 怎么可能呢 你都不说 我都知道是越调越重的呀 所以我现在是有点激动 那个喇叭都坏掉了 你看 对 所以我为什么激动 你知道吧 我就感觉到 其他的事 我就感觉到 大家没有在用正确的救治方案 该活的病人都没活下来 所以像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案 大家清楚吧 就是社区服务中心的医生 我们今天看到很多技术 国家院长在这里 我的意思说 这个是今年 也是社区服务中心的最关键的一战 只有通过这一个战役 我们疏解了大量的闽寒区的老人的一个奥比克隆 这一波疫情的重大的攻击 而且你让他死亡率 显著地低于其他的区 接下去 死亡的高峰 死亡的高峰已经来了 大家都在社区 要到你这里开始完证明了 我讲的没错吧 是吧 开始完证明了 能不能大家同志们 不开始完证明了 能不能不要开了 不要开 你说主要是过那段时间再开吧 不是这个意思 就不要死了 就不用开了嘛 能不能不要死呢 只要这一波做到了 我就认为 我们就奠定了 我们社区卫生中心的江湖地位 江湖地位是自己打出来的 不是求出来的 比如说求求孙主任 我这一周辈子帮我搜一搜 你心心好 这个是我认识的 是阿拉伯西亚兽 我不管好 都帮我搜一搜 帮我地米质 这些江湖地位是没有用的 我们江湖地位是在这一次 我就对第五人民医院 都对中心医院 我们自己就搞定了 把你拦住了大量的病人 让你们活下来 兄弟们 你是不是要感谢我呢 下次再收个病人 兄弟 我收个病人 你是不是应该收啊 上次可能一般 你忙不到哦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通过这一次战争 这一次战争是什么 我手里有药 看病毒药 在家基础的合理使用 在家营养的提升 如果家里有 家庭有的吸氧的 也可以 没有吸氧的 就在社区副中心这里吸氧 就这样的话 我就完成了四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 比如刚来的时候 总归有的汗 把它吸氧 养疗 第二个 堪比罗药物 用上去 第三 痰病毒药物 用上去 有的汗 对吧 第四 回家 给我营养 给我加上去 就这四步法 养疗 堪比罗药物 看炎治疗 堪比罗药物 的合理应用 再加一个营养治疗 这个试点做到 而不是你前面做的 抗生素 然后就是 咳嗽药水 然后退烧药 这些都不是 针对核心的 我现在跟你讲的是 针对 这一次新冠的 核心的 病例环节的 去工作去做的 但是你说 用的中药可以吧 用的中药当然是可以 因为中药我不太懂 所以我没有跟你讲 怎么用中药的 你肯定比我懂 你想怎么样 你自己去看这办 好吧 那么我们就加第五种 所以我们叫4加x 你知道吧 4加x 有些社区服务中心 它有小分子甘肃 小分子甘肃就特别好 有些社区服务中心 那个养老院里面 有小分子甘肃 还有high flow 都用起来 怎么可以让这笔老人 这时候同年同月同日死呢 我们绝不允许 同年同月同日死 关系再好也不许死 都得活着 这样的话 我们做到了 我们社区卫生中心的 家务地位 在这里也就 今天的 也就几十个人 我就觉得 我们的江湖地位 就奠定了 然后这里都结束 我告诉你 我一定 会跟谁讲 讲的 我要跟 陈书记讲的 陈书记对今天 这个会议 非常重视 今天晚上 他说还要再 配音尺头 他说我们这里 培训结束以后 我跟他担面 今天晚上配音尺头 还约了你们 吕飞周 院长 还有谁 我还有几个院长 就是针对这一次的疫情 今天晚上 还要开个会 大概八点多九点钟 他那边会开完 他说 我说好 我一定过来 他非常重视 我就讲一句话 这一次的重任 将由社区卫生中心 以及他们所主管的 下面的养老院和护理院 主要的 要做一个主体 把这个给承担了 七十二小时 还清救治 如果这一次救治 它的会造成 大量的人员的 生命的挽救 只要它的死亡率 只有敏寒区 是大幅度的下来的 其他的区都是上去的 这个就是剪刀叉 就是证明 敏寒区的我们这边的公共卫生的力量 是强大无比 我们的社区卫生中心的医生 证明了自己的力量 我们在这里就有江户地位的 你说张老师 江户地位没什么用 我们要什么江户地位 我说江户地位也要的 我们要证明 社区服务中心 在我们整个医疗体系里面 是非常重要的 你平时是看不出来的 平时我都是看到这边新专的主任 然后呢 跟孙主任 他们 哎呀 孙主任帮帮帮你以前也这里的主任 帮我收个病人 孙主任说 哎呀 我家里哪个亚收 现在住院 没地方住了 养老了 在你这里 在流关兵犯吧 我待几天吧 都是这些事 这些事我都同意 都没问题 但是都不奠定我们的江户地位了 我们奠定江户地位 一旦奠定江户地位了 我跟陈书记 我会讲的 讲什么 我讲一件事 我讲两件事 第一件事情 我说这边的社区 服务中心 水平非常高 这个方法要向全国推广 我们应该有请国家企的央媒 我们来这里 宣传我们集成卫生中心的伟大意义 因为他们来做 陈吉敏书记 几次都在讲 上海将来的重点 我们要把整个的社区卫生中心的工作 往上面走 第二件事情 我在这里会跟大家讲 就有点优俗了 第二件事情 优俗是什么 我会跟敏韩区的陈书记 我没有资格像上海市的陈书记提 但是我会跟敏韩区的陈书记说 这一战役 两个休息 不要紧 不要紧 就这样 我不要了 不用了 很正常 因为这边社区中心里面 也很少有人再过来 大吼大叫人在这里 所以这个话筒差一点 残疾不用也很正常 不要紧 第二个 我会跟陈书记讲 跟敏韩区的陈书记讲 应该中奖 就是说 这个战役打下来 功劳大的人应该中奖 那你说敏中心的 和第五层院院是不是中奖的 我说敏中心的 第五层院院就不用中奖了 就算了 让他们的院长自己看着办吧 因为他们全区以来的资源 要比我们社区要多 然后他们上海的卫健委 我们敏韩区卫健委 要对他们去哄 因为他们有很多资源 会给到他们的 但是社区这次的伟大力量 我们要求陈书记 我一定会给他传达到 我一定会给他传达到 只要做到除了上海市发的奖金以外 敏韩区必须发奖金 我是这么刻意不发奖金的 就是这句我一定会提的 因为我从来也不求他的 我求他干什么呢 你说的 我也不是院长 我如果是华山区院长 我会求他的 因为华山区院在他手里 你知道吗 我又不是院长 我也不求他的 但是今天的社区力量 如果完成这么伟大的贡献 我是觉得央媒一个 我这边我是觉得 我会仿佛给他们说的 因为只有这样做得好 下一步的疫情 我们才玩得成 第二个 我是觉得奖金 我知道马泽伦没这个权利的 魏经纬也 马泽伦他没这个权利 但是陈书记这里 我一定会说的 因为这是一次了不起的贡献 我们就会 也就这样两个礼拜 奠定了自己的江湖地位 第二个奖金 我是一定会去申请的 但是给不给是陈书记 我相信他这个脸拉不下来 肯定会给的 我们要感谢一下 没有 我是觉得这个事情 没有谁比这个更伟大的一件事情 会挽救无数的人 我就跟你说 就是无数的人 我这句话绝不虚言 你把这个合理的治疗方案 你只要推下去 我们一定会看到效果 我跟马泽伦讲了 我们就看这两天 接下去的 大家的各个地方的死亡数是上升的 我们是不是通过 我们有效的治疗 把死亡数往下面走 再过一个星期 我们来不及了 因为大面积的感染 现在正在发生 再过一个星期 感染就结束了 我们就开始在那里等着 病人 不行了 所以这一个星期 现在开始 明天什么叫落地 药物就要落地 治疗方案就要落地 现在我最近跟大家做的培训 治疗方案已经到 米兰区的卫健委了 昨天晚上专家组的治疗 什么治疗 而且这里有什么问题 孙主任这边都会 还有我们这边团主任 都会跟大家社区卫生中心对接的 马泽伦我讲的美秀 就是米兰区租金医院的院长 还有我们这个第五人民医院的 他们都会跟大家对接的 有问题 第一时间会给大家 要怎么用 要怎么用 我也写了 在昨天的一个指南里面 都会发在手里的 我今天在这里 一天不休的讲的乱七八糟的 ABCD等等 回去大家可能会忘记掉 大家记得的可能就是两件事 一个奠定江湖地位 第二奖金一定要有的 这两点必须做到 我一定要逼真这两个做到 第一点奠定我们的江湖地位 以后只要我有机会去说话 我都认为这次战役最伟大的力量 是来自于社区卫生中心的医生 这一点我肯定会 第二奖金的事情 我是觉得我一定不予于利的 如果陈书记不给 我就公开场而说 人家说这个团队 怎么可以不给呢 他生气了我也要讲 我就给大家讲 只要你把整个死亡率弄下来 他生气了我也要讲 我相信缅安区政治会看你 花了这么多钱 就这最后一波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怎么可以不给呢 我相信都不要我讲 他就会给 但是我希望最后两个星期 我们看到死亡率的大幅度的下来 有没有可能 完全有可能 可能性非常大 要到位 老基亚区大家说 哎呀那这样后面有问题 我们可以找谁啊 缅安区 马祖安在这里 有专家组 但是我今天给大家又带来了 跟四个专家组 跟区专家组共同对接的一个方面 大家如果回去 在社区里面有标准的病人 有些社区比较大 有流光 有流光的病人 住院比较重 比如说民航这里主管的上级单位 无论是中山或者是六院或者是八院 我现在不知道 我没看啊 上面对接是哪个院 中山和华山 中山和华山 那就更简单了 华山 华山专家都在我这里 你知道吗 我自己也会出来给你们会诊 我今天上午 两久 我们会诊了几个 我们一个 五个病床 一个古美社区 古美社区了 今天是吧 大家我会诊了 院长 我就是给你在对话了 他做证了 你看 还有 还有那个 你们那个 中心结合医院的 我会诊了 是吧 所以我的意思是 还有一个住家绞了 医院的 我也会诊了 所以我的意思是 什么意思呢 大家有 我们就这两个星期 你有困难 你只要举手 我们一定帮你解决 有特殊的病例 只要有孙村在 孙院长在 谭村在 还有我们 华山医院在 我们一定 给大家一起砍着 敏昂区 华山医院 现在敏昂 这边所有的病房的主任 都是我的手下 我就跟大家一起砍着 然后一直结束以后 结束以后 奖金 就我是觉得 发到社区卫生出现 差不多了 什么华山医院 什么第五人医院 不要理他 这些人 你都不知道 他们的途径比较多 他们的途径比较多 我这里说 基本不要理他 什么敏中心 不要理他 就是华山医院 西医院 什么都不要理他 我自己说 但这一点 我觉得必须要做到 那么这里就四个方案 就很简单的四个方案 可比东医院 一定要用起来 必须用起来 基础的合理使用 必须用起来 然后呢 各个中心的养疗要到位 养疗到位 紧急的时候 养疗要有哪 你们这个社区的床位里面 有没有养疗 养疗要到位 第四 回家以后的营案支撑 上去 这个问题解决 所以到目前为止 我对新冠治疗复杂了 新冠治疗是复杂的 但是呢 又是简单的 简单的不能再简单 但是现在所有的治疗 大多数都是错的 大多数都是错的 造成什么结局 社区治疗的变得越来越重 然后区中心医院 变得出不了院 你其实区中心医院 应该怎么出院呢 我今天在这里 这些区中心医院 还有第五的医院 医生都在 三医的这些专家都在 怎么出院 你就是应该看病毒药物 再加我们这些 重症病的技术治疗 用了几天以后 它的养核能力大于300 而且我现在不用呼吸机 它在93以下 你不需要等它 肺内的所有的病毒 全部吸收的 你这样去给它 开解口服药 它就回家了 它就回社区继续观察了 你都放在自己的病房里 干什么呢 要病房开始 大面积的开始疏伤 收新的病 所以这样的话呢 我就把挤兑给解决了 你这个挤兑不解决 根本就不行 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中心医院 第五的医院 集成节呢 也掉严肃的病人 拜托你 亲自的病人 不要留在你自己这里了 行不行 但是这些工作要做 要说服病人 说服病人不容易 有很多办法 你叫医生去说服 医生都不愿意说服的 烦死了 我就看一看 我就看一看 你在这里掉呗 他说那我掉的地方都没有 你去找地方呗 到地方挤在那里 因为又不是我挤在那里 是你挤在那里呀 然后你说大师太挤了 太挤了你不要在这里呀 你走呀 都是这么讲 但是我们都组多一点 就说你看社区医院那里 把我们药拿过去 他那里氧气含量也很足 因为人多嘛 就是那里人 掉的人少嘛 第二个呢 他那里排队人的也少 第三呢 小公子药物也有 能不能到那里 然后弄好了以后 社区这边对接以后呢 长期就开始水访了 所以你今天 明天开始了 今天晚上开始到明天 你如果急诊间不迅速进行风流 你的床位已经不够了 你现在的床位都在90%以上 你已经把所有的外科床位 神经科床位 皮肤床位已经拿过来 全部做新化了 你已经没有了 再增加 你已经没有这样的床位了 我在这里就告诉大家 现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临界点 如果到了这个临界点 你这急诊间 你现在不能疏导 那就意味着有大量的 呼吸衰竭的变量 不能进入治疗的位置 他们到不了治疗的位置 这些病人 这一批重症的病人都要死掉 然后我们接下去 马祖人每天就在那里锁名单 有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一直要锁上去 一直锁到两个星期以后 我告诉你 到时候 他要死的星都有 我告诉你 然后在座的各位觉得 你多一个病人 少一个病人 但是对我们全区来讲 整个医院来讲 死亡病人很高 孙院在这里 我都不高兴问你 你的数量 急诊区的数量 死亡病例肯定是在上升的 你都不要回答我 yes or no 肯定是的 所以为什么呢 我们一定是要把流程去做好 我们希望敏韩区 马祖人 能不能拜托你死亡 你下来下来下来 你看好吧 我们一起来做 然后在这里 你们要汇诊系统 我今天已经将健康云 上一次卫生局的信息处 能不能打通 打通要汇诊 汇诊社区汇诊也行 大哥汇诊也行 我跟孙院长谈论这里 敏韩区的中心 我们南北 南北我们在家四级专家组 我们一起加入进来 盖中山的中山 盖华山的华山 我们进来 让大家考虑 两个星期 两个星期结束以后喝酒 拿奖金 然后奠定自己 在江湖山的地位 我就觉得就这几件事情 大家要干 我们就干 我基本上培训好了 没什么培训 就给大家讲清楚 很简单的一个治疗法案 关键在管理 关键不在于治疗本身 关键在于管理 管理大家愿意 不愿意多做一步 管理里面有很多问题 请这边院长和卫健委对接 和中心院对接 顾仁院对接 下面有时间 大家有问题 什么问题都可以 你看好不好 好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 分享 订阅 推荐给您的亲友 很请您点击 节目内容 简介里的PayPal链接 支持我们